想跟大家講講中國的長征5號B火箭的殘骸 今天晚上跌回地球 跌落在馬爾代夫附近的西印度洋 完全沒有引起任何事件 我一直覺得中國火箭失控墜落這個笑話 其實是西方世界有意義做出來的 早前中國的長征5號B火箭 將中國的太空站核心艙成功射入太空納入軌道之後 跟著太空艙和火箭分離 本來中國的發射太空艙的行動是相當成功的 也都標誌著中國建設太空站這個龐大的計劃 邁進了重要的而成功的一步 但是西方真是非常懂得利用他們自己設定的議題去炒作 很快就傳出中國的火箭失控將會跌入地球的消息 結果找出了大堆專家 首先就說 估計中國的火箭是失控 會跌入地球 不知跌去哪裡會構成危險 可能跌去民居 美國講完 英國的BBC都跟著炒作 就說中國的火箭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跟著又輻射到台灣 台灣還說火箭可能會跌入台灣 其實這些東西越講越違反常識 台灣一個鬥士這麼大的地方 相對於整個地球 真的買六合彩都不是那麼容易中 要中國的火箭殘骸 可能只是等於會散落一個球場這麼大的地方 跌入台灣 不過這些炒作是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就是唱衰中國的太空計劃 其實整件事都不是太符合邏輯 第一 就說中國的火箭失控 其實中國的火箭是沒有失控 因為火箭和太空艙分離之後 九天就會跌回到地球 按正常的運轉 其實應該更長時間 大概是20天以上才會跌回到地球 所以專家估計中國的長征五號B火箭 在最後階段其實是點火煞車 縮短它跌回到地球的時間 甚至一定程度是控制它跌到地球的方位 所以這個失控的說法 基本上是作出來的 第二 講完失控 就要講到它很大威脅 這個完全也是一種誇張的手法 長征五號B火箭雖然體積龐大 但是它絕大部分的重量是它的燃料 而將火箭射上太空的時候 燃料已經耗盡 所以剩下的只是一個比較薄的外殼 而火箭跌回到地球的時候 經過大氣層 由於大氣層的非常高熱的摩擦 就會將火箭的外殼絕大部分燒毀 剩下一些其實是比較細小的殘骸 即使跌到民居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西方的媒體就吹噓到 中國整支火箭會跌下來 跌到民居摘死人 完全是一種誇張失實的手法 我本來就很有興趣知道 當中國的火箭跌下來 殘骸碎片降落地球 而很大機會也是跌到海洋的時候 美國好像西方這些專家 唱衰中國又可以怎樣唱呢 他們真是厲害 很快就想到新的點子 美國太空總署處長就說 中國處理太空垃圾不負責任 你的計劃沒有透明度 又虧他想得到這個新理由 你去譴責中國 神也是他們 鬼也是他們 先就是說中國的火箭會跌下來 可能會跌下去威脅民居 事實上火箭的殘骸完全沒有威脅民居的時候 他又創作出另一個理由 就說中國製造太空垃圾 反正你夠膽唱衰就有人相信 但是美國自己製造了多少太空垃圾呢 美國的火箭又不會跌下來去影響民居呢 太空總署處長這個太空垃圾的說法 其實都挺巧妙的 因為現在美國發射火箭 就找了SpaceX 民間的機構去發射 而SpaceX的火箭 其中一種就是 聶英九號的火箭 是一種叫可回收火箭 即是說他載重量比較低 但是他就可以回收 降落地球可以重用 這種是一種新的技術 中國未必做不到 但是由於這種火箭的載重量低 其實效率不是那麼高 另外 另外 聶英九號的火箭 也都多次真是失控 就在今年3月 聶英九號火箭 射完上去太空之後 失控 脫離了原來應有的軌道 在沿著地球的軌道 運行了大約22日之後 美國的聶英九號火箭 終於是跌回到地球 他就插回美國 跌到西瓦圖附近 結果大量的聶英九號碎片 就散落在西瓦圖 固然 其實原理都一樣 由於火箭經過大氣層 大量的火箭物質 已經經過燃燒 跌到大氣層裡面 就只是有一些碎片 即使聶英九號火箭 也都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它是跌重在城市裡面 都沒有構成損傷 不過美國自己也都在製造太空垃圾 它開發一種可回收的技術 然後用一種這樣的理論 就說我那些可以回收 你那些不可以回收 所以你就做垃圾 過去這麼多年 美國射了這麼多火箭 製造了這麼多垃圾 為什麼它自己不說一聲呢 整件事 美國是不斷地這樣去找理由 找藉口 找角度去攻擊中國 其實原因也都很簡單 因為現在美俄合作的國際太空站 運作度已經是相當長的時間 可能過多幾年就要停止運作 未來美俄也都沒有那麼多錢 再是建設太空站 過去美俄聯手建設的太空站 不受中國玩 就逼得中國自己去建設自己的太空站 現在按中國的進度 估計明年就是2022年 中國的太空站已經可以投入運作 很多西方國家都希望和中國合作 利用這個太空站 來擁立他們的太空船和太空人 甚至是在裡面做太空的實驗 不過暫時就沒聽聞 中國會接納美國的合作 所以等中國的太空站運作了之後 國際的太空站停止運作之後 在太空上面就只有中國的太空站 這個是中國的偉大成就 美國自知短註 就找個角度找個理由 去唱衰中國的太空計劃 去唱衰中國太空站相關的東西 唱衰不到太空站 就唱衰你的火箭 不斷地設定議題 又說你的火箭會掉下來 會窄到人 沒有窄到人又說你有太空垃圾 究竟一支火箭的殘骑有多少垃圾呢 可能散落到一個球場這麼大的地方 就是這麼多垃圾了 跌落到海洋那裡 轉眼就消失了 美國人自己製造的塑膠垃圾 漂浮在海面 肯定給中國的火箭製造到的垃圾 多一千倍一萬倍一億倍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其實不像大家想像中那麼理性 不像大家想像中那麼講道理 不像大家想像中那麼講科學 其實都是一些宣傳 一些歪理 不過 美國這樣做 更加激發起中國人的紅心 會建設到自己的太空站 會發展到自己的太空科技 會方方面面追趕甚至超越美國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可能要多謝美國